首先我问一下说法国你要了解我个人的情况 第一点我在这个新农百货集团 我原来担任职位 因为比如说它有一个 这个企业是属于家庭 那个什么亲情关系的 对啊 你看你事不了解都很多 第二呢我挂名企业来说 当初是挂名副董事长 你还是副董事长 对那你就想我做一个职位 我能混到这个程度 真的法国你能想过没有 我真是想不了 你看你看你说想不了 我说就知道了 我还跟董事长他是心胸的 有这么多的心血对吧 你想过借个十二十万他都没有啊 你是不愿意当点 当时企业在的时候什么都好说 现在企业在没有了 你在辉煌的时候你也没还我 那到现在我们现在过去是个人人员 现在我们进行法院了 那就是公事公办 对吧 那就是法院 那就是法律程序 我们按法律程序走 那你还不去旅行 那就不是跟我个人一样 那就是对法律表示 对不对 那鉴于你现在巨负旅行 财定判决啊 我没说巨负旅行啊 然后巨负申报财产 嗯 收到这个报算令以后 也没有跟法院联系过 我不是说我不申报财产 他没有 他怎么叫申报呢 你没有财产 你现在坐网约车 每月的收入 我是刚坐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 那你也没给我申报过呀 没给法院申报过啊 因为你巨负旅行判决 我没有巨负旅行啊 我就在一直在急于想办法呢 你认为的没有 并不是事实上的没有啊 事实上就是没有旅行 哎呀 那你要 你真要去一栋墙架 我已经说过来的 你没旅行过 李维庆曾表示 自己在开网约车 每月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 但是执行法官早在2023年7月 就向李维庆送达了报告财产令 但李维庆明明有收入 却从未向法院申报过财产 并且也拒绝接受法院的传唤 因此执行法官对李维庆 采取拘留措施 完全合理合法 就算对你采取拘留措施呢 你之后还是要旅行的 你不旅行的话 对呀 我现在祈祷摊黑 你自己能看出来 我每天出车时间 我能看出来 你祈祷摊黑 我都有记录的 但王佑说两月了 挣多少钱 能有一万块钱吗 还了吗 今天能还不 你祈祷摊黑 这些钱哪是 又从何说起呀 10月6号我开的是 网约车 10月6号是吧 我开的是油车 我不懂啊 我油车 我头一个星期 我赚了700块钱 但我罚款 罚了900块钱 我这都是有数据的 而且油车它不挣钱 我第一个月 我第一个星期 赔钱了 被执行人李维庆还表示 为了不赔钱 还花钱买了一辆车 然后我11月3号买的这个电车 然后11月4号我开的 开始上 因为办理那个车牌都要登记的嘛 他那会时间 10月4号我开始再挣20天 车是买了 但是买车的钱 李维庆表示不是自己拿的 而是前妻给出的 那钱来的钱是什么 那车买的是多钱买的 卖的车把卡罗拉卖的嘛 那个就现在这个电车 是多钱买的 11万多 这钱谁给你拿的 卖电车 那个卡罗拉 哪都卖的这么多钱 卡罗拉 总之 所有花钱的地方 都和他没关系 那么 事实真的这样吗 李维庆真的没钱吗 随后执行法官查看了 李维庆的微信钱包 不看还好 这一看呢 李维庆这哪是没钱呢 2023年 李维庆的微信账户 竟然支出了9万余元 仅11月份 就支出9千3 收入6千多 你看我没笔花的 你看 这11月份的 10月份没过完呢 你可以看 10月份 10月份支出4千多 你今年就转账 转了6万多呀 这都转哪儿呢 这棒棒是谁呀 你总给他 他老庞知道 他 这1月都给他转了 平均都有3,4千呀 你这4月份更夸张 给他转了1万5 近半年 李维庆每月的支出 都在3千到9千元不等 那么这钱都用来干啥了呢 你还是 这这账单 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这不是 就不理由是啥 23年你转了6万多 转账 除了这个消费呢 3万多 对吧 这个怎么解释 你没有还钱 学费 补课费 生活中 那个 加油钱 那么在接待他的过程中呢 我们查看了他的手机 包括他这个微信的账胆 那么从判决生效之后呢 他这个微信有多笔 大额的这个转账 并且每个月呢 都会转给一个 按外人 陆陆续续转了 大概能有 1万至2万余元 那么从2023年 到现在呢 他一共转账了 大约6万余元 还有生活日常消费 3万余元 加在一起能有9万多 不到10万 那么他这个账目呢 从14年就已经产生了 他一直没有还过钱 另外在判决上之后呢 他仍然没有旅行过 所以就他目前 现在的产生情况呢 足以证明 他有能力旅行 而拒不旅行 看到申请人这边想给自己的前妻打电话 李维庆着急了 虽然申请人提出 下官也向申请人交代了 接下来的执行走向 随后执行法官向李维庆宣读了拘留决定书 决定对李维庆 看到法官拿出了手铐 李维庆又有话要说了 口口声声说要打电话的李维庆 拿着电话却不拨号 而是做起了申请人 唐先生的工作 我一天我都居留了三次 你就算吧 你就把我送你 老旁啊 现在是在你 我们俩以前朋友 你是你 老旁啊 抓去打电话 现在是在你这个 你的态度 你抓去打电话 你给我态度 态度是相互的 相互的 你得给我态度 那你一点态度都没有 我都没有态度 你都关我拿态度 你这样 你这样那个李维庆 居留决定书已经送拿了 你可以继续联系清楚 如果说那个 咱们下午还去体检 体检完以后 才能到居留所送去 那这段期间 你可以联系家属来还钱 如果说能跟 申请人当事和解 那么我可以解除 对于居留措施 好吧 给你一段时间 最终李维庆 还是没能拿出一个还款态度 最终执行法官 将李维庆送往了 沈阳市居留所 来到法院呢 被这些人也没有提出一个 合适的一个还款计划 仍然拒不旅行 那么这个债务呢 从2014年开始 被这些人就一直没有旅行过 那么鉴于他有这个能力 而拒不旅行的这个情节 我愿将保管的物品 需要转交给他儿子 然后同时呢 我也跟他儿子介绍了一下 案件的情况 希望呢他继续跟家里沟通 能把这个案件解决 然后在被拘留的第三天下午 他的前期吧 跟我取得了联系 说这边家里人非常着急 想积极与申请人达成和解 那么我也向他告知了 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告诉他可以跟这个申请人达成和解 但是前提必须是这个被执行人 同意这份和解协议 并且认真毁罪 这样才能提前对他这部拘留措施 随后被执行人李维庆的前妻 和申请人庞先生 一起来到了法院 表示已经和申请人达成了和解 希望法院能够提前解除 对李维庆的拘留措施 那么你们现在就是要戳上一个 戳上一个黄管计划 那么刚才他说了 今天你们是不是愿意 先这个旅行十万 什么事啊 那后续呢 后续是他和 我跟他那个 他和他跟他 对 后续跟我就没关系 因为他跟这些关系 他在这种法律 所以没有了他就给 那现在有能提供单稿的吗 谁能给他提供单稿的 现在也是他写的 不是他写的 就是我和微信啊 我加微信啊 微信啊 微信啊 什么都说的 不错 是吧 那么为了保障和解协议的旅行呢 我向申请人建议 希望由这个被制信人 的前期吧 来提供一个担保 但是在法律上呢 他这个前期跟这个被制信人 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愿意考虑到 一呢 是这个申请人和被制信人曾经是朋友这个关系 二呢 就是这个申请人和这个被制信人的亲属 已经取得了这个联系 而且沟通的很愉快 所以申请人同意 在不提供单稿的情况下 继续履行这个执行和解协议 在签订了和解协议之后 执行法官来到了沈阳市拘留所 见到了已经被拘留的李维庆 坐这 来 坐这 你坐这 让你坐这 快点 写个回过书 科研协议 看了 科研协议 我给你读一下 这个申请人 庞金山 文静人 女性 双方现就这个暗号 老旁律序不要了 双方 这个本金20万元 然后资愿这个绿席放弃 然后资讯费有提供单 被制信人 然后23年12月以日还10万元 这期天还10万 然后这个一年之内还请 被拘留了三天的李维庆 态度转变了不少 认可了和解协议的内容 也不再说拒绝前妻帮助的说辞 并且认识到了自己拒不履行判决的错误行为 现场写下了悔过书 执行法官也按照程序 解除了对李维庆的拘留措施 看下人出来了啊 解除拘留了 也签和解协议了 你看人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问题 好 但是行 没有问题 你认识到你拘不履行判决的错误没有 以后会怎么履行 法院的规定就是履行 结婚10万嘛 然后一年就得回起 另外一半 如果没按照这个和解履行的 本院将恢复原判决执行 这个后果听清楚没有 好 那么到达拘留所之后呢 我们提审了李维庆 将这个初步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 告知于他 同时呢 也对他进行了 是法明理 那么李维庆深刻的认识到了 自己拒不履行判决的错误 写下了悔过书 同时对这份和解协议 他表示能够继续履行 所以我们是他这个 毁罪的情况呢 对他提前解除了拘留措施 那么后续我也会继续关注